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救回那裏 可以這樣說的 不關何心事的 他掛著的都是一個叫做總監督的名號 而這一號 Marcos Delta 我與其說它是一套 Marcos新的作品 我不如說它是Frontier的外傳 因為其實 整套東西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由Frontier的故事 帶來的一些問題 你當是後日譚 但沒有主角是後日譚 因為你不知道究竟 它是吃了劇場版的 戀尼飛翼 戀尼飛翼的終局 還是是TV版的終局 我覺得這個不影響 當然不影響 但你說這個影響唯一就是阿里多 究竟會不會出現 因為那個人是MIA了 他出現就是這樣 這樣就被人控制 然後發狂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在這套Delta裏 新番介紹過的一個問題 其實它在整個26集裏 是同樣的 有這個最嚴重的問題 而引之就是 大家會覺得沒有Marcos的感覺 就是因為戰鬥的連貫性不夠 彈幕也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關於錢的問題 就是沒有錢 而動畫中這個小隊都是沒有什麼錢的 沒有錢就沒有飛彈 沒有飛彈就不能放飛彈 問題在於女武神小隊 和就是這個 所謂的戰機VF系列 其實兩邊的融合 我在新番介紹過 其實是不到位的 它好像沒有融合過 其實它好像是BGM 它所謂融合的 就是頭幾層的戰鬥 地面戰 你攻擊可以跳來跳去 後來去到宇宙自衛空中戰的時候 攻擊其實可以不用出來的 或者這樣說 作為這班VF 即是主角群駕駛的VF裡面 他們的實際要務 其實是保護這個女武神小隊 但實際上你看到 其實保護的橋段其實是很少的 它保護的橋段就是什麼呢 那些女武神站在那裡 就突然之間不知為什麼站在那裡 然後就要整班人圍起來 而很有趣的是什麼 作為女武神有一些類似 護盾 Energy shield 是的 那些又沒有什麼作用 有的 然後被人打掉 那些就是等於伏牛炮 那些伏牛炮都是捱不住一擊的 但是問題在於 如果你又要試圖 你要對付一班都是飛機VF系列的戰機 然後那些戰機又要跟戰機打 然後 在一個所謂的 人數差距極大的情況下 根本上 VF小隊的這班人 是不可能緩衛到女武神的 其實最簡單的 你沒有飛機西人座 你不可以像Mkhot7 但他一直在唱歌的一個 後面那位唱歌就可以了 煩惱死了 其實他不只套號 即是你看到 主角那個 我不算四個 他後來只剩三個還是四個 四個 不是有時候Jaku不在 但對面呢 你有孖山 有兩個大叔 有一個紅頭髮 至少八件 最大的問題是 對家的飛機 是會生兩個兒子 沒錯 八還要再乘二 即16加8 24架機 對你四架機 但他的表現其實挺差的 你看到他所謂的戰鬥 很多時候 集中在某兩個角色上面 然後在戰場上 其他角色會忍贏 也不知道他在哪 即是等於沒有表現 那他做什麼呢 我當時發生了什麼 是不知道的 因為始終叫做 Marcos系列 不算Marcos 7 因為巴薩拉 他自己就想買一架機 去打 我洗鬼緩戶 大哥你們打不中 機戰如是 這傢伙是打不中的 不理這個規格外的 Far Bomber 這個問題 其餘所有Marcos系作品 基本上的攻勢 或者是戰鬥的格式 是一種就是 歌機在藍中唱歌 因為那些歌 其實是靠抗音器 你拆到那個音量很大的 然後去令到 歌星的能力得到激活 而戰機的功用就是 保護戰艦Marcos 和出去戰鬥 很容易去解決 但這裏就是 因為女武神小隊 是要跑出來騎塞 說過一件事 是一定要現場唱 才可以抑壓到狂暴化 而很有趣的 所有狂暴化的東西 至少在Marco Delta裏面 隨著一些劇情以外 小卒的 尤其是天頂星人 狂暴化之後 基本上 是要女武神 走到他面前 唱歌 然後他才會沒事 其實歌曲的效力 是有些奇怪的 當然這個評判 我覺得你評判不到 他叫做什麼呢 強行做劇情 你可以說是 而你說整套東西裡面 另外當然要說的 其實我想大家本身最期待 始終這套就是 我定義為一套外轉性質 我不需要主角去到好逆天 只要他有一技之長 你已經很刺激 一技之長 怎麼辦 會渣機已經算了 那些一技都沒有 我想說 或者這樣說 在Marco的世界裡 典型通常 我都是說 我所有的討論裡面 是不包括Marco 7 因為這套是規格外的 之外 基本上所有的pilot 男主角的pilot 其實都說他其實 飛行技術很厲害 戰鬥技術就附加 很顯然地 其實哈尼迪在Delta裡面的表現 其實一直說他 其實只不過是 馬塔半運功 他是很懂操作機械 而他的操作機械裡面 飛行是他一個 容易摸上手的技能 可以這樣說 他不是跟從一些很正規的飛行 因為他本身不是一個正規訓練的 一個戰鬥機機師 所以他的動作就比較隨性 像是大舞 然後他進入了芭蕾舞團 就是娶你不像 但是在整個Delta 到了最後 哈尼迪一開始 頭三集賦予的特色 是全部被壓殺了 不存在的了 沒有了 始終打宇宙戰的機會很少 只有一場至兩場 修正你 他不是打宇宙戰 是有打搭板式的宇宙戰 即是有石塵 是有一次的 那次也是同一時間 是唯一一次 你見到武雷神那些 投影image 會出現在石頭上 真的戰鬥和歌曲融合 也只有那次 但問題是 那個好像第八集還是第十集 所以之後你見到 那一季 都是一個類似Marcos 但又不太覺得 他是Marcos 變了一首成戰 但站在一個位置上唱歌 哈尼迪 他自己本身的特色不清晰 他變成一個什麼呢 他只不過是MESA死了之後 的一個替代 就是一個王牌機師的角色 而哈尼迪本身自己的 所謂飛行技術的特性 其實是不好 而變成個個飛行技術的特性 是什麼呢 我看到風 今天很好風 卡四 我不明白 很舒服 你明白要風 我知道什麼叫做發風 但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很舒服的風 那些風有顏色 你就說我看不到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你開頭看到 我們其實最有特色 就是哈尼迪 其實開頭我們很期待 就是他怎樣演繹VF系列 三段面影 不要說他用地面戰裏面的表現 因為其實他們大部份的戰鬥 都是在重力底下 所以 而Marcos的系列 也是很少 很少去表達 就是在那些 劃聲內 在重力環境裏面 做這些是高達做的事情 所以我開頭有一點 期待 其實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是說 你也不需要強化的主角 主角可能 對比起 在宇宙無重力戰 來說 其實他的表現未必是很優秀 但在重力戰底下 其實他是有一個優秀 等同於這個 步兵和空降隊 其實我覺得 但他又表現不到這件事 他強行將天空這件事 推回到哈尼迪身上 令到哈尼迪的角色 可以說 那麼多代主角裏面 他變得很平凡 其實最大的問題 前幾代也好 你可能打的敵人 即是敵人軍隊 或是星人 你可以不斷殺人 或者是怪獸 無所謂 你看到Mkong F也好 不斷放飛彈 死亡一個打八個門人的問題 到這裏 你會看到 對面八個人 有名有姓有養 有故事 你不可以殺他 每一集就打 打王就走 打王又走 一集就變成 其實這個人也不太厲害 好像每一集都凌擊破 你這樣說 留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是打王就走 他打完是沒有死人走 或者是這麼說 我在新灣公司 我都說過 我是期待他解釋 什麼是風 到最後 在這個故事裏面 什麼是風 是花瘋 我是完全不知道他講什麼 這個我也知道 是一個核心的特色 他喜歡風 你就陪他瘋 現在不是他瘋 是全部都瘋了 角色都瘋了 但是大家講風 你明白什麼風嗎 如果不是那個族人 你怎麼知道什麼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那些風 尤其是在戰鬥場面 說那些風 其實不如你籠統一點 說他看到氣流 那些 我都比你 就是說 在重力底下 裡面有所謂的氣壓 你有很多物理的東西 你可能說 你真的感受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的 我當你是新人類 其實這些就像我們以前說過 Strike Ridge 強襲魔女 有時候我們說他做得不好 就是說 你的人 但是後面的背景 那個backdrop 那些雲是沒有變過 那他早期的那些 有時候那些雲 有些卷起的效果 那些再舊一些 那些 solar 那些整套都是講雲 其實我們會期待 你現在說這些大氣內 會不會有些空氣氣流 或者是天體上的東西 因為你的魚就沒有雲 全部都是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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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但是他又沒有這些東西 他都是一個白藍天一個 引致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另一位的角色 就是阿米拉茲 這個角色 是沒有了特色的 因為其實他作為一個 正統軍人出身的 這位女角 本身他的駕駛其實是很正統 而就是什麼 其實你是 開頭你是想 將他們兩個分野 一個是 一個是野性的駕駛方法 一個就是 很教科書 但是很傳統 就是很實戰型的一種戰友 那他們兩個 才能配合到 一個凹凸的組合 可能才能發揮到強 但是最終就是這兩樣東西 更加不要說 就是米拉茲最後 其實一直說他 他是由 Marcos第一集裡面的 男主角和女主角的後代 然後你說到最後 整套東西裡面 我一直不覺得這個人厲害 他有什麼厲害呢 他女主角又不是打 又不是 真的沒有什麼厲害 他還有輸 他有什麼表演呢 他做一個炮灰很專業 難聽說他連樣子和身形都沒有特別 有些人可能會好他 你可能會這樣說 這個位置我覺得 戰鬥方面 其實無論你 就算說王國那邊的 基斯 死神 基斯 和 Mesa 這兩位 其實這兩個的戰鬥就是 主角不夠特色 反而他們就是 做最標準的戰鬥 反而你覺得 他們兩個打都算算OK 但是他那種標準 就真的不是宇宙戰 真的是大器內戰鬥 他那些是一二戰的狂鬥 總之 誰鬥到後面 就是誰贏 基本上沒有飛彈 全部都是射槍槍 叫多兩隻兒子出來 都是射槍 戰鬥不說了 OK 我們說回劇情 這個位置 我也是剛才說過 首先就是封這件事沒有解釋過 所以其實第一次撤退 你是不知道為什麼撤退 他不知道感受到什麼封 可能中封 這個中封 是我大我小的 大家都明白 而在這個叫做 這個王國 這套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將Marcote世界裡 每一個系列都很少說 就是這個統合軍 究竟做過什麼 因為我們過往每一次看的Marcote 其實都是說 這個移民船 自己本身的一個獨立故事 都是under這個新航空軍底下 而他們不停是找一些 未被開發的滑星 然後植民過去的 這套東西其實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再有植民 反而就是什麼 已經植民完成之後的星球 原居民和統合軍之間的角色 但是這件事很有趣的 這件事很少在Marcote的劇情底下 去說這件事 這件事說得最多的是 那一套叫做Gundam 不是很簡單的 因為Marcote世界裡 叫歌 一唱歌 大家都會很開心 很認同你的主張 大家會世界大平 世界大和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所以這個故事 我覺得他本身是想局限在這個星系裡的戰鬥 但他唯獨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放在新航空軍的位置 就是什麼呢 這場戰鬥好像是一個星系 一個團撞星雲 就是這個銀河 這個銀河的地方 發生的小事件 但是你很明顯知道 他的能力足以影響了全宇宙 這件事件不是小事件 這件事件是很嚴重的 而新航空軍又說 沒什麼所謂 他們有派人出去放一些 什麼中子彈物體 然後死了 你看到拍了三次 三次都說 三次都是第一次說 放心吧 我們裝了光耀裝置 然後突然之間說 光耀裝置好像抵受不了這些威力 怎麼辦 然後全部自爆死了 我覺得第一次 你當新航空軍 看輕這一班這樣的彈省 OK情有可緣的 我厲害 第二次 OK我都做給你說 我們有所準備了 然後接著說 今次食眼來了 第三次你都還這樣做 老實說 我覺得你沒得救 其實是 我們看不到他那邊高層的決策 我們不知道 第一前線那邊不斷死的話 這個不作評 而這裡因為還會涉及到 這些M 就是這個 在Marcos裡面 經常提及 但永遠都沒見過真人的人 現在都沒見過真人 好像 是啊 都是沒見過 涉及了時候 三方的 你說這裡 這個星雲裡面 三方勢力在這裡 角力 但是呢 又壓抑得那場戰爭 因為他知道 他甚至是 一個外傳性質的東西 所以就是 不可以弄得這麼大的 大哥 又要叫 歷代主角 他要叫歷代主角出來 然後一起唱歌 然後抑抑這個 抑抑這個 風之歌手 這些是蒙面超人的劇情 不是 他這樣做 這套是神作 不要緊 他這樣做就可以了 這些不是神作 這些是劇場版 這些是燒錢的問題 你要請回那班人來唱歌 這個是這套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本身他說的問題就是 這個辛孔合軍 叫做 你征服了星球 用不平等的條約 對待原居民 這件事 其實是阿凡達的朋友 這件事 你可以理解為 這個節奏裡面 我老實說 那班人 反 是有原因的 但我不是說眼鏡佬 好 先別說他 基本上 你說無論 凱恩之和他父親 他們其實是為了 即是Windermere那邊 他們是為了 這個星球 得到他們應有的待遇 我們不承認 我們不是低人一等的種族 本身他們的種族 本身短命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瘟 原始種族的力量 其實是很接近 基本上你可以當成為 因為他們有了力量 所以他們的命就短了 那法巨人族就真的很廢 他們很長命 因為他們是廢 沒這麼說 我想你這樣說 你的節奏就很厲害 即是巨人族很廢 說得他們很貴 本身這個套路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直至最有問題的部分 是哪個位置呢 就是當阿凱恩之父 即阿國王死了之後 跟阿諾伊德說了幾句話 然後阿諾伊德說 我要成據這個國王的位置 然後其實從來都未知道 因為無論是觀眾的視點 或者其他人裡面 其實是永遠沒有人知道 究竟說了些什麼 然後跟著阿諾伊德 這個死人懶頸佬 他就不知為何就開支他的大計 他的大計就並不是說 單純去拿回自己這個星魂 和他自己星球的支配他 甚至是想支配全人類 他的方式其實是繞回馬克克斯 封鐵里面 華茲娜 女王 那種叫做什麼 全世界意識再統一化 很奇怪 看這個時候 這件事幾十年前 馬克克斯說 馬克克斯說 衰退了 你又做多次 有沒有新意 我可以說衰不衰 問題是這樣做來 這樣做來 有什麼用呢 因為我們最主要就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 阿諾伊德究竟他想做 他做這個事情 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他一直都說 因為他的原因 其實他稍稍說 因為我們很短命 但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優秀的種族 我們不應該這麼短命 所以就說 我們要連結所有的人 然後所有的意識 同步化 然後由他一個支配 其實 這個位置就是 什麼呢 其實 如果你照計 用機人片的作品是什麼 他就是反螺旋族 他想做這個 是反螺旋族的事情 很奇怪 因為前面他報了很多劇情 就是講到 短命 我們很短命 你幾乎白化 會死 OK 難道你這樣做法 在到遺跡之後 你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變成場面上受屬 或者不死 做什麼 但問題最後不是 是你硬鏡都一個人說 那其他人怎樣 現在是 不是他講到 他們好像想全部人都會變 不過他未成功到 你就不要這樣說 因為你不知道 我將他連結了 全人類的意識統一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所謂原始中 做什麼特殊能力 這樣意識組成 是什麼 所有的壽命 是開心share 隨時堂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OK 因為這樣就是 我又給你優秀 而我又可以share 你的命 那我就贏了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很OK 但他有沒有這樣說過 他有沒有這樣說過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你想做什麼 我們看到畫面就是 眼睛說了 國王都要聽他怎樣 全部機師都聽他話了 聽他控制 那沒有意思 你說整個故事裡面的 物料裡面就說 因為原始種族 留下了一些遺跡 然後就要靠 風之歌手 激活這些遺跡 然後在風之歌手 還搞了一個 星之歌手 他講到原始種族 全部宇宙的生命 都是原始種族 分支出來 他有共同點 給受歌的感應 和歌的影響 他怎樣吹 這個設定也無所謂 但問題是 你看到後面 有很多突然爆出 由阿基督計劃 也好 星之歌手也好 突然是插進去 前面沒有報過 你本身的故事 前面也說得不清楚的時候 後面的劇情 完全不回到前面 你覺得劇情很詫異 或者這樣說 狂暴化 尼德純粹是一個創造危機 也沒有深究過 他狂暴化 原因就是 因為在Marcos Fontia Wazila離開之後 散佈了一些病毒的東西 感染了全宇宙的人 這次真的開心出現了 全宇宙的人 其實也有一個 狂暴化的誘因 存在了 這個誘因就是 可以靠原始種族的歌曲 去激活這些東西 但是狂暴化其實是很有趣的 一些唱歌之後 不是狂暴化 就變成了 呆了洗腦 一些就會狂暴化 但是 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多幾首歌的話 我覺得沒所謂 每首歌都不明白 但是 你明白 海恩之其實只有一首歌 當然因為他不是女兒的關係 他出不了那麼多single 你明白 這個複合技能 唱完歌就是 隨機發生 30%會狂暴化 30%會呆制化 70%會白癡化 隨機的那些東西 那些是臭卡 你不要說他沒有歌出 他第一首OSC 好像有三首歌 但是他唱來唱 就是第一首歌 所以之後就不存在了他 那你唯一可以就知道 他不夠歌 你正確一點 那些歌是甚麼呢 他的歌是放在OST 但別人的歌 是獨立一首 是album這樣出的 男人是沒有人權的 算了 不是 例如你眼鏡都掘了幾首歌 給國王他唱 那唱完之後 那些歌唱之後 一定會呆制了 那些歌唱之後 會增加50% 那我明白 這樣可以 會有不同的能力 但這裡沒有 大家每一次都唱一首歌 那沒有意思 而這個位置 更加不要說 他的劇情中 他也是犯很核心式的錯誤 就是甚麼呢 我講的核心式錯誤 是Everlo的錯誤 他重新犯了一次 大家要明白 就是 美魂是作為 用原始種族的基因 去創造出來的一個複製體 他的歌當然是很大威力 那我這裡比喻為美魂是甚麼 美魂就是 這個Arcaeleon的神話液 然後 接著 到我們的女主角 弗莉亞 弗莉亞其實是甚麼呢 承繼了原始種族的基因 你當是發揮到特殊的力量 那他就是甚麼 他就是刺狗 很可憐 在這個問題上就是 OK 美魂和他的歌 在一個質量上 是有絕對的差異 等同這隻神話型 G9拿著一部三分一的 重製版的Arcaeleon 對著一個神話型 再加上一切的東西 去打 然後接著說 美魂不會輸 然後說 輸了 為甚麼輸 你不要說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I LOV 你錯了是瘋了 這個位置其實是 很強行 突然之間 我覺醒了 我不可以被操控 如果你這樣做到 你一早就做到 你懂得說 這個系統 一定會聽令 不能說 你已經明白 眼鏡佬說一句之後 你就要強制性去做一些行為 那些完全是催眠 曲 曲 我講一句話你就要聽 很害怕 你這個位置 反抗 尤其是 尤其是 何深色最喜歡的 就是用一集逆轉 那一集逆轉 還是沒有理由的逆轉 那一集 最後一集 後悔突然逆轉 搶回來就行了 總之就 你不一樣 好像之前那些劇情 你那個人被捕了 但他意志沒有受控制 這次不是 他的Sister被人管理了 你更加不要提 這個Harder 在這個故事裡 他的狂暴化的意義 其實是沒有的 他的狂暴化就是 一個人狂暴化之後 就可以發揮身體能力 很強的 等同於 變超級殺人 好像爆血 但因為 第一次變超級殺人 之後 就會不受控制 就好像變星星 然後就要旁邊 有一個人在唱歌 不是說唱歌才會那麼強 一時時 你看到那些歌的效量 是很奇怪的 一時是Buffer 一時是Debuffer 一時是Debuffer 很厲害 一開始就像唱歌 兩個同步 會有些刺身的共鳴 會比較強 OK 做了幾集 就發覺 他越唱越久 接手之後 變成狂暴化 別這樣搞 別唱歌 很奇怪 問題就是 我們剛才也說過 戰鬥場面中 Harder 其實本來沒有什麼表現 你加上唱歌 即是等於 這個主角會不會用 下多人唱歌 你真是 都很廢 有得錯 會這樣 另一個問題 講完戰鬥 講完劇情 歌和戀愛方面 你真是這件事更加不好提 首先你說 在歌這一方面 整個女武神組合其實是零二二的 零二二的地步去到哪裏 就是基本上阿耀這個角色都更還好 他有劇情殺 應該說 他是貫穿整個劇情裏面 很多事情都關他事 因為他司令官級 不是 不是 他由女武神草創棋 摸索到現在的方法 到最後的大紀錄 你算是他完全帶領著整個隊 你這樣說就有些問題 他草創棋是回打 一開始是沒有說過的 所以你又不要說到 故事很完整 或者這樣說 阿耀這個角色作為一個平凡人 他有潛質 但在有潛質的人底下的一個平凡人 因為他有這種能力 而令到他可以再在歌手之路繼續向前 另外那兩件 Layla和Magella 其實這兩個角色 我實際上是甚麼 其實是搭單 他要組裝組合 要組裝CP 是 他搭完單之後 怕沒有他位置 加了一個Hacker技能給他 但Hacker技能用了兩集就沒有了 都不是的 有空會用的 三集就應該有 算是三集 其實實際上真是有劇情的 Hacker技能擔當他是沒有劇情的 他擔當的劇情就是 劇情需要的時候 他唱歌 或者有些甚麼危急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唱首歌 然後跟著就說 嘩好行啊 那些風很舒服啊 然後就突然間打贏了 美魂他擔當的 其實就是 OK貫穿整個故事裡面的黑幕 但甚至是黑幕最終是甚麼 其實是不太知道的 OK 阿耀的角色反而你說 在整套的角色裡面 是更加貼地 因為你看到 整個女武神小隊 即是歌這部 其實我們每一代 Marcos裡面 其實我們對女角 都是說 除了Marcos 因為Marcos的主角 唱歌那一位是 巴薩蘭 不計之外 其餘的女角 其實他們是有個清晰的定位 甚至最壞的Lanka 最慘的Lanka 這件事 這裡裡面 他們每個角色的定位 其實不清晰 你都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 然後有歌就唱 他們當中的所謂的信念 尤其美魂根本就沒有信念 美魂就說 沒有啊 我要唱歌 這個信念是很薄的 美魂一歲 靠你被人作為木偶 被人控制了 尤其是三歲而已 你叫一個三歲的 死女妹有信念 是很難做得到的 所以要上那麼多雞精班 很緊要的 哈提之前跟他完全沒有交集過 一知他三歲才去聊天 已經很厲害 即是他羅里空 你講 你看整隊裡面 他只是跟羅里 和富里米亞聊天 一知他三歲才去聊天 挺開心 富里亞十五歲而已 差不多 這裡的問題 其實不是歌曲可以不可以的問題 這個都撇開這個不淡 你建造不到那個idol的特色 其實現在是 組合不像組合 因為這組合其實是依靠美魂一個人 然後他最後講到 其實這個組合是沒有意思的 這個組合派 那牧村託多了算不算 Smack講 你草賤光 各有擔當都要做 你不同樣 沒有美魂之後 他整天是結實 我這樣說 當然在一個團隊裡面 僅有有高有低 但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百分之九十幾 是去了落了美魂 然後 然後 富里亞來了之後 連那個90% 連那10%都被富里亞 搶了 我還說 那三歲可以拿來做什麼 阿耀的角色都說 他本身是一個 混隊長 隊長級的指揮官 階別的東西 他都還有劇情 另外那兩件人 你真的不知道他拿來做什麼 做CP 所以顯得出來 其實那個劇情 反而你說阿耀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阿耀的角色 你把美魂記錄下去 阿耀的角色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不是不行的 因為老實說 Mesa和阿耀的那段劇情 其實我老實說 是最好看的那段劇情 是啊 但他中間死了 然後阿耀開始潛水了 中間死了 也不是問題 死了的話 然後被人控制著 你沒有意志 老實說 我這樣能夠接受啊 你叫一個突然之間 這個角色其實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這樣空降一個很強 然後給了一個很大的設定 來得來地 又沒有解釋過 而美魂那種角色就是什麼 他不是女神型 他是超神秘 他是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的定義是什麼 當然是秘密 秘密到什麼程度 就是不告訴你 他一開始都有說 他們每個人都有些口號 什麼Ganky 美魂就是一個Mystery 所以是很秘密的 什麼叫秘密武器 當然要去到最秘密才行 他的秘密 當連敵人都知道他是秘密 這些叫秘密 我不相信 秘密到敵人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麼 但是知道可以用 那就夠神秘了 等同於是什麼呢 你知道電腦很厲害 但你不知道電腦怎麼運作 其實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七核的呢 為什麼會有八核的呢 你用就可以了 尤其是甚至去到戀情的部分 阿耀和Mesa這個關係 我會肆意加起來 又是什麼呢 隊長Mesa和阿耀這個 我覺得這個才是這套 真正的三角關係 很明顯是 就是比起 Harder Fleya 和Mirazi 這個所謂的三角戀 那一邊的三角戀來得是什麼呢 大人很多 這邊好像 其實我和她是朋友 我們不是拍拖的 但我心裡很痛 但我們都是朋友 為什麼 為什麼不像愛情呢 其實是什麼呢 全班人都很理性 Harder 開頭說 我對Fleya 就很在意 對Mirazi 那種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Mirazi說 我都很在意 Harder 然後兩邊都說 我們都在意 然後兩邊又覺得 又沒什麼所謂 她喜歡她 她喜歡她 她喜歡她是她的事 很理性 然後到Harder 第一把說 你喜歡她 你去吧 然後說 沒所謂 你不用理我 那種我覺得 這個不是三角戀來的嗎 這麼理性 這麼和理非非 那很久才會見活 你明白嗎 很重要 當然 我不排除 是否計算過 大家都知道 Fleya 頂多只有三十歲 一天未到大選開票 你都不知誰贏 笑到帳哥才贏 明白嗎 我現在讓你多難 甚至本身阿耀隊長和Mesa 這一個關係 阿耀很明顯就很在意Mesa Mesa 其實對阿耀 他好像是有戀心 他好像是喜歡她 但是叫做什麼 他不敢走前一邊 然後阿拉德隊長的位置 其實就是什麼 他就經常 你見到這個人 他經常找個吃東西 拆幹什麼 很想混 對 經常在電梯上 拆幹什麼 總之經常偶然 找阿耀去聊天 又不知這個人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關係 反而是來得有趣 辦公室戀情 明白嗎 大家成人都明白 如果你說 對我來說 整套東西裡面最立體 更加像女主角 那個是阿耀 其實是 所以見落就是 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奇怪 我只是說 他沒有Marcos的特色 其實現在 我不會說他拍得很好很差 但是 我們期待看的Marcos的特色 他基本上 一點都沒有 戰鬥啦 故事啦 歌啦 歌又不算很差 但是歌的組合 不會賣得起 或者他劇情上 他沒有以前 何心主導之下 那種奇怪的挑戰 即是你想要奇怪一點 不是 何心的風格 他又沒有了 這些兩體 有些人可能不是你喜歡 可能會覺得這套東西 平淡得來 最多最後的結果 可能暴走 我不管 但何心是每一集都暴走 首先 戰鬥 剛才IM和尤馬都說了 其實 那個問題是在於 他表現不到一種 我們看過的Marcos 一種的戰鬥風格 在裡面 接著 你講的是 歌那方面 歌其實 很老實說 其實他做不到一個這樣的原因 很多時候 因為戰鬥裡面的斷軸 他拆不了一些歌 其實 甚至Fontier 其實不是一套出色的作品 但是 你沒有了反應 他在戰鬥裡面 拔歌這件事 其實他做到很多位 其實是 拔歌你講的是 大概哪個位 拔? 即是他們戰鬥當中 你說拔 打打就開始播 對 但這邊是調轉的 這邊是開始播 接著開始打 很簡單 其實他那邊 你當以前是 歌 他唱歌就唱歌 前面是戰鬥兩樣 但這裏 在這裏有呂武神 唱歌 接著會被人斷摸 其實你會發覺 上代Fontier 那些歌 去到中後段 那些例牌歌會有的快位 通常就是那些飛彈位 首先金檔就變成沒有飛彈 但問題就來了 前半趴後半趴中間那段 夾棚位就是什麼 就變成一班人在說話 即是抗布花 這樣那樣 或者有些飛彈過來擋一下 其實那個位置就變成 因為那個位置空了 所以找些東西給他們打斷 講一下 最好事的時候 如果飛彈太密 那些歌機 哎呀哎呀 那些歌會斷摸 其實是 阻人斷 阻人斷 阻人施拍 去到戀情那部份 更加不要說 基本上因為 尤其是哈雷迪 本身作為一個 就是他本身 他一開始的心 已經是向了Fleer 那個位置 基本上 你肯定是Fleer 也是 因為Fleer 而過去 再入隊 做機師 因為他聽過他唱歌 才開飛機 那你還說 差不多 基本上這段 不是一段三角戀 這段 兩角戀加一個重工 在後面跟著 其實Fleer 可能是介紹新 各方面 就是說 一般大眾認為 Marcosic的三個要點 其實他三個要點 他都達不到 那個問題 就是 不是不好聽 不過就是什麼 夾不到下去 也都這樣說 我不知道那個問題 所在是什麼 但至少 他這次 真的沒有帶起 任何的歌手 暫時 在結束這套作品之後 其實沒有帶起 那個叫什麼 Juna 其實他唱歌OK 夠厚的聲音 但是 其實很奇怪 除了你說 日本那些音樂節目 來說 都是閒地 大家可能在Face 或其他人剪他出來 你見他可能 頭幾集做 他們有個組合 一起上去唱 那就OK 那你唯一會見到他表現 可能有些位置 就是 大家都不唱 都他清唱 有些這樣的位置 但問題就是 你始終不會突出到個人 而 整套Delta裡面 唯一突出到的 其實不是 一個歌手 而是那首 這種中毒歌 Tigi的I 對 其實大家之後 已經沒有反應 開頭其實根本上 吃不到我 其實我覺得 開頭其實做了一個 很好的開局出來 甚至比Fontia更好的局 但接著就是其實 接不下去了 其實已經是 要是說實際到 一些 Akima48 整班歌劇 是G-Gundam化的 衝你膽就算不算 G-G-Gundam化 那些戰機絕唱 而已 喂 那有什麼所謂 我們就是第一集 這麼開心 看這些 我覺得你搞不定 我一直都說 戰機絕唱是一套 賣歌的 對 你現在賣歌 你現在歌又不行 故事又不行 戰鬥又不行 那你試一下 賣得一首歌也不錯 所以 整體我這樣說 整套作品 只會說 它是失去了 Marcos原有的味道 而它產生出來 現在純粹是一套 很單純的 外傳 歌幻戰爭作品 有少少愛情 好多作品也有少少 少少都總有 少女漫畫 少男漫畫都應該有 少多次美國電影影劇 最近加進去 其實也沒有無所謂 不過加進去大家開心一點 那有好過沒有 所以 我只會說 作為Marcos作品 它不成功 但是 是否作為何生 真的不是真正掌控之後 這套作品 其實是否一個新的嘗試 的確是 我覺得是 因為它始終就是 加入了很多 我們Marcos世界 原本沒有的東西 它再次提及 我不知道它是否想 向這個方面發展 其實是 就當了一個同一世界 它蘇利塔之前 所有的劇情的背景 因為之後 應該開始 Marcos遮罵 根據時限表 這樣就可以 繞出來 一個大統合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 真的 暫時來說 這套東西 你說沒有下一作 它下一作 會不會再承接著這個 這樣的舞台去的話 其實就不知道 Lady M出來 可能就出來 所以Marco不知道幾週年紀念 Lady M出場 就這麼簡單 出場做什麼 又不唱歌 什麼大哥 這麼老 你說 可能人家不死 通常年紀大 其實最後就是蘇利 難道是唱千本鷹 出來 有什麼不可能 韓森的名字 有什麼不可能 想想 狗都敢玩 有什麼問題 儘管看一下 我覺得 但anyway 未去到很值得看 我覺得 如果看這套 尤其是你沒有一點 我會情願 如果你說 跟Frontier來比的話 其實某種意義上 在觀能刺激上 Frontier會好很多 好看很多 因為這邊就是大規模戰鬥 也沒有 大規模爆炸就有 這邊是一個星系的戰鬥 已經是做得很大 但是什麼呢 跟你說局部戰爭 就是告訴你 我會用最後這個比喻 告訴你現在世界是有危機 但然後告訴你 我是說零八小隊的故事 然後又說什麼 因為零八小隊贏了 所以世界被拯救了 然後你要拋頭 零八小隊不是局部戰爭 最後大局 就是殖民衛星墜落線 但你見到諸葛 其實零八小隊說 MX在地下跑來跑去 零八小隊是什麼呢 當他打贏這隻渣故之後 原來告訴你 世界被拯救了 直衛星被打破了 在地下 不知道為什麼 跟殖民衛星 跟那部渣故是有關聯的 然後又說零八小隊拯救了世界了 OK 阿寶在想 阿寶在想 阿寶表現 大家都回去看Origin 好 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